Defeat 你必须成为自己 我给不起 大仙昨晚直播 从早归到晚 在经历了一波五连拜后 直接放出狠话 再不赢抽十个688红包 小编总算是知道了 为啥大仙直播间的观众朋友 都喜欢看大仙的下饭操作 吃有的吃有的拿 有谁不爱 大仙上个厕所回来 得出了一个结论 从这一把开始 我只玩C位 中单射手 不打一 不打了 峡谷野王都放弃打野了 让小编还怎么相信爱情 我已经怒了 这把十人头起序 大仙这话说了没有一百遍 也有99遍 反正只要这话一出来 这把基本凉凉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例外 沉默 大仙话音刚落 旁边的阿黎就跳上来 炉了大仙一套 大仙回到线上 刚好看到阿黎被纳克 录录一套打残 此时大仙正好生死 二技能加大招 红跨半个屏幕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K下这个人头 此时时间两分三十一秒 大仙本局任务进度 完成十分之一 五分钟 双方在上路爆发 本局第一波团战 刚开打 大仙就被张飞的 狮吼宫正中脑门 清醒过来后 大仙浑身无力 开始刮杀 于是大仙决定 复制刚才的连招 而既能加电纳 可惜这次幸运女神 没站在大仙这边 不仅没收到人头 还送出自己的一血 眼看迟迟无法打开局面 本局的任务也遥遥无期 大仙决定和队友搞拨偷袭 四人躲在中路 左边草丛 看到小乔落头后 如恶狼般扑了上去 拿着刚当右边草里 就被小乔一个龙卷风举高高 一擅自过来众人就残了 帮迎接大仙的 则是一艘陆地巡航舰 来不及关心队友的情况 大仙象征性丢了个1技能 就灰溜溜逃了 当大仙回泉水不好状态 准备再出去大战300回合的时候 却发现队友都点了投降 这不操作 直接把大仙整破防了 下面进入到本期的采访环节 大仙 对于本局游戏 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那对于您本局的四个队友 您是怎么评价的 您最难受的点是在哪里 这是又差又没节奏 我这个小桥压这个线 来了8万次下路了 那如果有玩家和人机 给你选择 你会选谁做你的队友 是人吗 这些人 给我两个人机 我都开心一点 最起码不点头啊 由于大仙急于上厕所 本期的采访环节就到此结束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